潘晓婷被国内称之为最美酒球天后 无论是颜值还是球技都相当高超 也因此成为众多台球爱好者心中的女神 在台湾也有一位酒球天后 无论是气质颜值球技都不在潘晓婷之下 不同的是她的运气有点差 何欣如来自宝岛台湾的台球美女 第一次到大陆比赛的时候 当时的她已经32岁 可是纵使如此 何欣如刚刚登场的时候 依旧撩翻了不少人 岁月好像在她脸上留不下痕迹 依旧一副邻家女生的模样 何欣如人送外号兵美人 相比潘晓婷 她来着更加的高冷 甜美中带着寒意 让人靠近又觉得有些为难 何欣如从资料上显示 至今单身 并没有人追求 在她37岁的时候 也有一位富商想要示爱 不过何欣如拒绝了 她曾经说过 自己并不奢望进入豪门 也不会削尖脑袋进去 未来男友随缘就好 只要能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就行 她会有这样的想法 很大一部分是跟童年经历有关 也造就了她的性格 相当节俭 在参加比赛时 都是选择一些比较小的旅馆 甚至还会找人拼住 勤俭持家已经到了一种境界了 作为一个勤俭持家的姑娘 她的作价也是非常简单 不过就是一辆 国内售价10.99至15.99万的大众朗逸 相比潘晓婷的凯迪拉克 简直不要太寒酸 如果我的外貌和球技都很棒 我会更开心 何欣如的愿望很简单 不过现实很残酷 虽然没日没夜的练习 不过有时候到了紧要关头 何欣如都会以微弱优势 输给对方 很是尴尬 这么好的姑娘 要是成为她的丈夫 一定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虽然没有多少激情 可是平平淡淡过一生 也是幸福